在最新一季度财报里,尽管Meta公布资本支出再次大幅增长,并承诺未来将投入更多资金,但丝毫不影响投资者的热情,股价强势创历史新高。 Meta与其他科技巨头不同之处在于,Meta让投资者相信人工智能正在帮助改善其核心业务,也就是数字广告的业绩。 这可以更快速地让公司变现盈利。 相比之下,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等其他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创收叙事还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 Deepwater Asset Management管理合伙人Jean Monster表示,这是扎克伯格作为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以来最好的一次财报电话会议。 他解释了人工智能的短期利益、长期利益以及这一切将如何发挥作用的时机,他用一种令人幸福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Meta一直在利用人工智能来改进广告业务,货客更精准,投放更高效,而这项业务几乎构成了该公司所有的收入。 该公司还使用专有的大型语言模型来提供更好的内容推荐,帮助推动Facebook、Instagram和Thread之间的互动。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支出越来越不满。 据数据显示,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和Meta在截至6月份的季度里都加大了资本支出,使他们的总支出达到创纪录的550亿美元,同比增长55%。 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上月发布收益报告后,其股价表现不佳。 该报告显示,尽管利润和收入超出预期,但资本支出高于预期。 微软的情况也是如此,此前该公司公布的财报显示,Azure云计算业务的增长正在放缓,市场见不到他们在AI投入中能看到的潜在盈利点。 就像摩根大通分析师Doug & Muth说的,Meta继续有资格在Genet上大举投资。 之前Meta想要转型元宇宙经济,保持该股在2022年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价值。 就是因为有非常大的资本支出,很长时间内没有回报的希望,华尔街非常务实。 但这一次Meta总结了经验,大力投资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它比竞争对手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人工智能整合的愿景。 你觉得Meta未来前景如何?欢迎留下你的观点。